好的我们来看第18章 应该来说从17章的结束 我们就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因为这个17章以前 其实是你可以说是最核心的部分 那么17章之后 你别看好像书本上还剩下大概三分之一 但实际上这三分之一里面 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略取不看的 比如说18其实是一个可以跳过去的单元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话题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学一学的常识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把它拎出来讲一讲 那另外一点就说句稍微提外点的话 就是在当年深圳的时候 我有个同事他是教invirtual science 他教那个环境科学 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是弄了点小心思 我其实也想有机会来试一试教教这个东西 虽然它很简单 好来看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大气的 关于大气四个层 可以作为一个常识的了解 比如说所谓的对流层 平流层 中气层或者中间层 上面这个东西也有不同的叫法 或者不同的名称 比如说你的IG可能并不是叫做thermal 它可能叫Iono 作为游离层或者电离层 那这地方它用的是一个热气层 或者是热层在这里 一共是四层 四层 那么它有两个 这个 物理性质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关于温度的 是吧 比如在对流层里面随着温度增高 而随着这个海拔的增高 而温度在降低 这个符合我们一般的常识 符合我们一般的常识 比如山顶上应该比山脚下要冷一些 那么 倒过去 如果是到了这儿呢 到了平流层呢 反而是倒过来的 平流层这里反而是在增高 然后又是往下降 然后又在往上升 一个大概是这样一个波浪性的情况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就是从这儿到这儿呢 几乎是个线性增加 或者是个线性变化 线性变化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是四个层 四个层的话有三个界面 是吧 比如说这两个层之间就有一个所谓的Truple Pulse Truple Pulse 有一个界面 另外就是这个界面呢 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万米高空 万米高空的话 差不多就是我们民航飞机所飞行的那个高度 如果你有兴趣以后是坐飞机的话呢 那个飞机上应该是会给你报告的 比如现在我们的飞机是在多少米的高空 你可能会注意到它比如报9800米 或者是这个9900米 那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在飞行 好 这是关于温度 然后这边 那压墙呢没有那么的复杂 压墙的话总体来说就是越往上走 空气越稀薄 所以压墙是一路在不断的减响 不断减响 然后靠近海平面的时候我们知道 海平面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标准大气压的话 是一个700多瓦对吧 所以在这段落在了700多瓦 这个应该是你所知道的东西 好来看看这说 它说在哪一个这个海拔的高度的话呢 这个大气的温度是最低的 温度最低 温度最低那么就是找这儿呗 是吧 在这儿呗 这儿的话就是在Messosphere Messosphere 在这里你能找到最低的温度 那我在绑过问区问呢 你觉得在哪里能找到最高的温度呢 最高的温度呢 这个地方我们不去管它以后是怎么发展的 那总体来说还是地面的温度是最高的 这是关于它的一个温度和一个压墙的变化 关于composition 关于composition 我觉得至少你应该知道前面的四个 就前四位 氮氧 然后亚和二氧化碳 其中的氮和氧 这个你应该是熟悉的 你在初中就应该知道 氮的话呢 大概是占了四分之三 或者百分之七十八 而这个占了百分之二十一 或者是大概四分之一的样子 另外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比例 这是一个什么比例 这是一个 所谓的摩尔分数 或者叫做 比级分数 比级分数 因为我们往往你可能背得住 百分之七十八 但百分之七十八是什么 对于气体来说 往往不是质量 往往不是质量 这地方要么你说它是摩尔比 要么你说它是一个比级比 这个还是值得去 硬硬值得去知道的这个事啊 好 但我下看 这地方你同意吗 摩尔比跟体积比是一回事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就是差一个系数 对吧 你通过我们的PV等于NRT来看 PV等于NRT PV等于NRT 那在同样的气压的情况下 在这个温度又相同的情况下 这也是个常数 是不是这两个就差不多是一样的 只是差一个 只是差一个系数比 所以这两个其实可以说 你这个翻一倍 这个就翻一倍 这个翻一倍 这个就翻一倍 所以两者的比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 什么样的气体是比较 有利于位于比较低的地方 比较低的地方 简直是重的 简直是重的 所以你越是在 这个海拔低的地方 那么重的这些气体的 占有的比例就要更高一些 但也是同时提醒我们一点 就是你在海拔不一样 其实空气当中的这个 各个组分作战的比例 也是有点不太一样 好 来看这 说 那在Helion和Argon Helion和Argon 这个比例 比例 在Troposphere和Methosphere Troposphere 是吧 最下面这个 对流层 Methosphere中间层 那么哪个比例会更高一些 显然嘛 你更高的一方 那就是轻的东西占多数 重的东西占少数 因此 你的比较轻的那个Helion 在这里应该占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而反过去 Argon的话 在下面 比较重 所以在下面的话 可能Argon的占的比例就会高一点 好 那么好多 他们的一个来历 是吧 他们的一个来历 比如说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例如我们的 这个燃烧啊 之类的东西 在这里有说 是吧 化石燃料的燃烧 它的来历 来历 好 这一方给出了一个400ppm 你还记得 ppm是什么呢 是吧 百万分数 是吧 parts per million parts per million 好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东西这里稍微提一嘴 就是 臭氧 O3这些东西 它这里给出了一个光化学烟雾 光化学烟雾 photochemical smog 流行机也可以去搜一搜的了解了解 对于二氧化碳 我们知道它是我们酸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 对吧 酸雨的主要来源 那比如说化石燃料的燃烧 煤里面是含有硫的 所以往往在燃烧之前 如果我们要注重环保的话 是需要将煤进行脱流处理的 好 我们来看这儿 那parts per million 又来 vapor pressure 我们的水蒸气 在这么一个里面 是0.80t 然后total是这么高 total是这么高 我们说过了吗 这个如果是在 海平面左右的话 应该是700多个cord 对吧 700多个cord 那让你算一算 它的一个parts per million 那这怎么 我们说了它的一个气压的一个比例 或者说它的一个分压的比例 其实就是它的parts 但是不一定是million 你需要把这个东西除以它之后 再转化成一个million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把这两个相除 得到的是这么多 但是你是part per million 那你就要再乘以一个million 再乘以一个million 所以就是这么多 这个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希望通过这些例题 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之前所学到的东西 好的 我们接着往后走 接着往后走 这里有两个有趣味的数据 一个是在水平面 或者海平面的一个 所谓的 这个光谱 而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是在 这个大气层以外 大气层以外的一个光谱 你会发现总体来说 整体来说在海平面里面的光谱的话 总体来说是在这个外 以内的 也就是没有那么高 尤其是像在这个位置 缺失的特别特别严重 也就是在 visible light visible light 在可见光这一块 缺失的特别特别严重 也就说明在这一块的话 实际上能够穿透我们大气压 到达海平面的已经没有多少了 或者说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已经被吸收掉了 被吸收掉了 被大气所吸收 或者是被反射 或者别的一些什么方式给消耗掉 所以你在海平面上是没有这么多的 是没有这么多的 好 除此以外 事本上讲了一类反应 就是这里的所谓光化学反应 光化学反应 自明顾名思义 它是在什么样的作用之下 在光的作用之下 小心啊 那个photo在这里是做光 这个你应该知道啊 在我们的物理里面的话呢 或者说在化学里面的话呢 photo光网并不是指的 这个照相机啊 或者是照片啊 光化学反应 其中一类就是所谓光分解 或者是 这个你也可以说光解离 那对于它来说 你看是不是把它给砍成两半了 吸收什么 Hν Hν 吸收一定的光 这个来代表一定的光辐射 那么一定的辐射之后 这里是谁去吸收呢 键 化学键有吸收辐射 或者吸收能量的功能 那它就会吸收一定的 这个辐射 这个辐射的话 键能增大 或者你也可以说 这一个分子 它的两个原子的震动会增加剧 加剧的话 就使得这个键可能会被震断 因此最终变成两个这个 变成两个氧原子 那你应该知道是氧原子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它往往还会导致下一步变化 其实这东西呢 可以被称为一个链式反应啊 链式反应 Chain Reaction 就是我们先反映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这东西呢 它不会停在那儿 它还会去导致下一步的发生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氧分子的话 变成两个这个 那么生成两个这个 可能它在下一步去 让下一步发生的时候呢 会加快 因为你这东西变多了 那么也可以去想象 是吧 如果你是有一堆的这些东西 被打断的话 你会产生一大堆的 氧原子 那么一大堆氧原子的话 可能使得后面的 持续会变得更快 好 接着走 这个不应该是很陌生的事 不应该是很陌生的事 这个其实是从前面的章节里面砍过来的 在学这个电子那一部分的时候 这样我们能看到的光 真的肉眼能看到所谓可见光 是这个整个波谱里面 非常非常窄的一段 非常非常窄的一段 总体来说就是400到750 400到750 这个东西可以成为一定的常识 多少纳米 400到750 5的纳米 那刚才说 它说 是被吸收的最强的 被吸收最强 那就是找它的峰值点 是吧 大概是在250左右 大概在250左右 那就不是在可见光的方位里面 比这个还要再低一些 那在哪呢 对吧 在哪呢 如果这个是 这个波长的话 我们去找波长更小的 波长更小的 也就是在这 也就在这 所谓紫外 紫外 那我们如果有点尝试到 也应该知道 这里是臭氧 臭氧对紫外有非常好的 这个吸收效果 非常好的吸收效果 可以说它就是一个保护 我们不受紫外光 侵害的一个保护惨 有些这种科普的教材 也会这么去说的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你的常识 好 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是吧 它吸收这个光 吸收光 那把这里打断 变成这样 那么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分解能 分解能 一摸二的它打断 需要这么多 需要这么多 好我们来看这 来看这 那它说的是一个最大的波长 最大波长 那么 用nm的话 作为单位 把它给打断 打断 需要多少 需要多少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能量是这么多 对吧 能量是这么多 那么它这里要求是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的话呢 就得除以一个阿富加多的常数 对吧 阿富加多的常数 所以我需要的能量是这么多 是这么多 但它说的是 一个波长 它并不是说 你这是一个分子 有多少能量 然后再把它变成 波长的一个情况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算 这个光的能量的吗 就是hnew 对吧 hnew 再拿这个能量 去除以这个h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new 再从new去算我们的lomb带 具体的就交给你自己去做 这个过程都在这个位置 应该不是个难事 应该不是个难事 你还叫lomb带是什么 是吧 c除以6 好 往后走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 除了可以把它完全打断以外 那么还会有些什么 还可以使它发生所谓的 这个电离 大概如果你说是一种 完全的断裂 那这个地方就是打出一个电子出来 让它变成离子 你会发现这里 其实也还是因为 它吸收能量 吸收能量之后 最外层的电子就不太能够 保得住了 那个电子吸收能量之后 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 可能就会跑出来 就是变成一个正 带正电的一个离子问题 这里也是 就不一吸收了 另外一点就是这里需要的一个能量 anization energy是这么高 从上往下走 总体来说是在减少 那你能同意吗 这地方的lambda 是在逐渐增大的 你同意吗 对吧 还是一个h nu 对吧 你的总的能量在往下走的话 那么h nu的nu就会逐渐的变小 h nu的nu变小 那lambda我们说了 lambda是c除以nu 所以是一个 跟它是反过来的关系 因此lambda就会逐渐的增大 有兴趣你可以去算一算 比如说你拿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这么多more 你能够算得出来这个吗 这个算法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你有兴趣可以拿一个来算一算 好 来看下一个 说 这应该是导致生成一个什么 是一个anine还是kataine 那显然它吸收的能量 不是从外再给它一个电子 而它自己一个电子 获得了足够能量之后跑出去 跑出去 它说是 有没有发生键的变化 没有 没有 没有键的变化 只是得失电子的问题 而谁是有键的变化的 就刚才那个 disssociation 那个是真的打断了 淡淡的三剑可能被打断 但是这个需要等待就更高 痒痒的双剑被打断 那才是真正的断剑的问题 好再来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臭氧的 关于臭氧 因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臭氧是如何被破坏掉的 被破坏掉的 那首先是生成臭氧的一个过程 我们会说是一个氧气 加上一个 游离的养原子 游离养原子 而且你发现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个那么 百分之百能跑到那边去的反应 并不是一个完全能跑得过去的反应 那生成了它而打一个信号 打一个信号是因为 这东西表示它是一个高能的情况下 能量比较高 有一些所谓的extra energy extra energy 好 除此之外 再加上一个m m呢是其他的 这个分子 其他的空气中其他分子 然后你会发现 它会把这个多余的能量 交给它 交给它 也就是两者碰撞的时候 它会把这些东西的能量带走 所以使得这东西倾向于稳定 倾向于稳定 那么再看看它是怎么被破坏掉的 那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一个生成过程 我就不一一去说了 那 它获得 获得一些能量之后 在更高的能量之后 那么可能会生成这样 可能会生成这样 而生成了这样之后 你的氧并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两个氧又会可能 发生相互结合 变成氧分子 变成氧分子 然后再跟m进行碰撞 跟m进行碰撞 变成氧分子之后 多余的能量交给m 使得m 这个分子的能量会升高 好 来看下面一个 他说根据路易斯氏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更强的剑 还是更弱的剑 氧氧我们知道是一个标准的双剑 氧氧是一个标准双剑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呢 如果你是氧三呢 氧三的话 氧三的话 它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它不可能长这个样子 不可能成这个样子 氧三的话 多半是成这个德行 那么它就有两种 所谓的共振式 要么你在这 要么你把这个能源放到这来 两种共振式的情况下 最终得到那种平均化的效果 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似乎每个剑都是一个1.5 都是个1.5 你把那一个双剑 给它平均化成两半 这1.5 而另外一个呢 是个标准的双剑 就是个2 所以实际上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剑 没有那么强 没有氧气中那个剑那么强 至于一个具体的路易斯是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画一画 是吧 你还记得一个步骤 是吧 算一算它的总的电子数是多少 对不对 然后让周围的满足 这个 发电子稳定结构 再进行调整 交给你了 都往下走 这里有一个题目 说大概的估计一下 我们Ozone Concentration In per liter 它的峰值在这里 峰值在这里 那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大概在这个位置 它是它的一个峰值 这里边是它的一个高度 所以它峰值的话 在这儿 同时你会发现 峰值就是在我们的Stratosphere 说明如果是对紫外光的吸收的话 主要其实是在我们的 引流层里面发生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臭氧的含量是最高的 那对应下去 你会发现 大概是可能在 这个过了一半左右吧 过了一半左右吧 就是五乘一时的 十二次方那个位置 那这是一个多少个分子 每立方分米的情况 我觉得稍微写一下 大概是一个五乘以十的 十二次方 这么个Molecules 然后每立方厘米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的目标 是要得到多少More 我需要把这个东西 转化为More 我需要把这个东西 转化为升 转化为升 那如何从这转化为More 那就是除以什么 是吧 阿富加多的常数 6.02乘以10的24 其实就是二十三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要把它变成它 要把它变成它 那同样 你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转化 是吧 把它要乘以一个1000 乘以一个1000 当然了 作为这个AP来说呢 我还是鼓励你 按照AP的所谓 Dimensional Analysis 那样去做 也就是去乘以一个 所谓Conversion Factor的方式去做 去体验一下你 美国朋友们 他们的一个思路方式 具体的就留给你自己思索 好 在网上看 说 人们的这种行为 或者人类行为 对它的一个影响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比如说 对臭氧层的一个破坏 臭氧层的一个破坏 比如说福利昂 这些 所谓的福利带物 福利带物 它叫做 Chlorofluorocobin 这些个福利带物 它们对臭氧的一个危害 这里给出了 它的一个反应的 总体的一个效果 你会发现左边 两分子的臭氧 经过这些反应之后 臭氧没了 对吧 分解掉了 对吧 分解掉了 这个应该是NASA 给出的一个图 在南极洲的上空的 那一个 这个臭氧空洞 但是其实现在 已经早就好多了 早就好多了 没有这么夸张 这是一个2006年的图 好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 整个这个过程 整个这个过程 首先是有两个 这个游离的 氯原子 游离的氯原子 跟刚才我们说 游离的氧原子一样 它们都是能发生起 所谓的链式反应的 也就是它们 自己是非常活泼的东西 它会导致下一步的产生 那去进攻谁 是吧 进攻我们的 后氧 生存这么多东西 和氧气 而这个东西又可以 获得我们的光能 吸收光能 然后又打出这个氯出来 又生成氯 又生成氯 那我们氯 首先是被 反映掉 后来又同样的被产生 你觉得这个氯是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catalyst 对吧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catalyst 看成一个 催化剂 而这个催化剂 从哪来的 而这催化剂 从哪来的 这催化剂 就是从我们这些个 福利代物里面来的 福利代物里面来的 而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福利代物在吸收光能之后 把这个氯给打断了 就是氯碳铝键给它打断了 打断之后 得到了这个 然后呢 两个氧也是非常的不稳定 它会结合成氧气 最终写出一个总的反应方程式来 从内来说 你要知道 是吧 福利代物的危害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它会生成一些游离的这个 生成游离的这个 而游离的这个东西呢 会去进攻后面的事 好 它说 跟这个有关 那么它能不能够被看成是 反应的一个 催化剂呢 反应的一个催化剂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毕竟是在这个方面 它是被消耗 而这边又被产生 又产生 而且它还可以 影响反应的速度 是可以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里给出了一个 像这样的 所谓 中国号 你应该知道 它是它的concentration 对吧 它的一个concentration 那 从另外的角度上来说 它 它的一个concentration 也同样会影响到 我们的整个反应的一个过程 整个反应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一个反应的速度问题 Renhouse Effect 这些东西也算是一个常识 也算是一个常识 这里 我就不一去细读 你们每个小细节 是吧 那么 总体来说 我们有两个方向 一种就是从外往内的方向 从外往内的方向 从外往内的方向 就是 热量的来源 而另外一点就是 从内往外的方向 这是热量的散失 热量的散失 那么从外往内 最强的一根是来自于这 那显然就是来自于 这个太阳的一个辐射 来自于太阳的能量 而太阳能量的话 并不是所有都能够达到地面 你会发现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可能在这里发生了反射 所以就反走了 它没有能够成功的穿过大气层 而有些呢 有可能是被大气层所吸收了 因为大气层里面也有分子 有分子只要有件 就是一个能够吸收能量的东西 所以有些是被吸收 然后 有一些呢 又是被地面所反射 然后有一些是被地 地球所吸收 或者你说主要的东西 从这个箭头上来看 主要的还是被地球所吸收的那一块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地球自己本身也会散失出 散发出一些热量 也会散发出一些热量 而这些热量呢 又会跟刚才一样被 比如说它自己外面的大气层所 这个反射 或者是被它所吸收 所吸收 你比如说 我们所谓的Greenhouse effect 或者Greenhouse gases 它们就是吸收了 吸收了这些热量之后 它会返回给地球 返回给地球 那这就增加了地球 其实表面的一个 这个温度 或者说使得我这些热量 不太容易再被散失 因为它又会被返回来 具体的就不一细说了 这个东西的话 有兴趣你可以去吸毒 我们来看这 一个简单的应用题 那Mass of Carbon Dioxide 那么有一加仑的这个Gasoline 一加仑的Gasoline 它就给出了说 它的一个密度是这么大 密度是这么大 而且呢 那它的一个composition 主要是个这个 主要是个这个 也就是 应该是个根丸 那怎么来说这个事 是吧 怎么来说这个事 要知道它的 Carbon Dioxide 首先要知道 你这一加仑的根丸的话 是比如说 是多少的质量 多少质量的话 那就是密度乘以体积 但是这两个东西呢 要得换算一下 加仑是加仑 这毫升是毫升 这不是完全一样的单位 所以你需要将加仑换算成 比如说毫升 然后来跟它相乘 来跟它相乘 我们就知道有多少克 有多少克的根丸 而且呢 你去列一些柿子 是吧 你可以不用把那个柿子列完 我们也学过说 用一个等价于就可以了 比如说 根丸是碳8清 18 那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你还记得这个符号吗 等价于多少 是吧 等价于多少 等价于8个 这个 然后你再把 它的相对分子质量列下来 这是8倍的 44.0 对吧 44.0 然后再把这个的质量 刚才你求出来的 两个相乘 然后这里是求一个x 就差不多了 好 这个一个计算过程 我觉得就不一一细说了 接下来是关于绿色化学 绿色化学呢 也算是一个很有 前景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 化学的过程呢 更环保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 研发新的Catalyst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绿色化学的方式 如果你 不用Catalyst的话 反应很慢 你可以说 那如果我要让它提速 王某某的办法 就是通过加热 或者加压 这些事 而加热加压 加热加压 都不是cost free 都是要付出成本代价的 比如说加热 更高的温度 那显然 如果是电加热的话 就要耗更大的电量 而电量又从哪来 对吧 电量你得从 发电厂那里来 发电厂的话 就要燃烧各种多的煤 因此如果你能够 这个反应 是在更低的温度上 甚至常温下进行的 是最好的 对吧 而且我们知道 反复应用的 一点点的Cathase 可以用很多的回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Cathase的发展 或者说研发 是一个非常非常省钱的事情 好 那么 这地方的话呢 我这里提供了一个要求 就是让你写出两个processes 不是随便写两个方程式 就是我们在AP阶段 需要你知道的两个 挂着process的化工过程 一个是什么process 你还记得吗 是Anci那个叫什么 根据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命名 Habber Process 也就是这个 Habber Process 生成 然后这个东西用的是什么 催化剂 铁 铁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叫Context Process 接触法 这是硫酸的 硫酸的话呢 里面其中有一部是这样 生成三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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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配平就交给你了 其实很简单 这化个二分之一就是 那 这个用的是什么 没那么简单 二氧化硫 不能直接是燃烧生成它 这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无氧化 二氧 无氧化 二氧 总的来说呢 就是 所谓的Transition Metals 或者是它们的化合物 对吧 或者是它们的化合物 在这 说为什么会 这个用起来会更Greener 你可以从好多段方向去说 比如说速率更快 比如说 这个所要求的温度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更低 好 再来 再来 那 这里有一个 所以Benzen跟Etherin的 一个反应过程 反应过程 你会发现 就是加上去了 或者其实发生了一个取代反应 发生了一个取代反应 这方面本来有一个氢的 被取代下来 被取代下来 而且你会发现 中间这地方呢 双键也变成了单键 它说到的是 用一个酸作为催化剂的情况 酸作为催化剂的情况 然后呢 再拖去 再拖去 这里面的氢 再拖去这里面的氢 这是我们的一种方案 这是我们的一种方案 咱们这地方有两步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二步 然后这里用的酸作为催化剂 这里用的是一个 这个氧化铁 氧化铁作为一个催化剂 最终变成这样 所谓的这个 本乙锡 本乙锡 那么这个怎么样呢 那这个怎么样呢 我们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条路 来得到本乙锡 也就是用Tolwin 所谓的本甲丸 或者说 这个Effers本甲丸去了 夹几本 那么用夹几本 或者说夹本 跟甲纯的一个反应 跟甲纯的一个反应 那这个东西的话 最终 在碱子催化剂的作用之下 那么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得到它 得到它 那这两个相比的话 如果我们不去扯 更多的细节 就从给你的这样一个简 简化板这样讨论来看 你觉得哪一个更green呢 是不是显然是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上面你需要两步 下面只需要一步 只需要一步 上面你需要用到两次催化剂 下面只用一次催化剂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如果你的步骤越多 这个实际升上过程中 都不是百分之百 都不是百分之百 最终这转化到这不是百分之百 这转化到这也不是百分之百 就算是我们说 能转化百分之九十过去 你乘以两个百分之九十 就百分之八十一了 就已经变成八十一了 而这个如果你是百分之九十的话 那就是百分之九十 所以这肯定要绿色的多 而另外呢就是呢 这地方有个巨 不是 这里有一个那个 本以西 所谓stiring stiring 这东西其实还可以进一步 变成巨本以西 还可以变成巨本以西 简单说就是像这个特性 稍微描述一下 其实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双键给它打开 然后呢 彼此收尾相连 最终变成一个聚合物 或者说一个高分子 那变成个聚合物之后变成巨本以西 这个有什么用吗 有 有 我们那个咖啡杯 Coffee Cup 有时候就拿这个做的 有时候就拿这个做的 它的简称叫PS 有些你可以搜一搜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在做一些实验的时候 比如说做那种 Colorometry 所谓量热法 量热法 我们不是有个Coffee Cup吗 是吧 来测比如说 酸和碱的那个中和热的时候 那么你再找一个 这个保温比较好的杯子 也可以考虑用我们的咖啡杯 而咖啡杯呢 咖啡用这个做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作为原子 经济的一个概念 原子经济的概念 这个 整体来说就是 我们的多少原子 真的跑到我们想要的东西里面去了 跑到我们真的想要的东西里面去了 你比如说我们要生产这个 要生产这个 要生产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 实际上有很多的原子 我们都没有用上 我们都没有用上 你说水呢 都还是 一个 无丧大呀 毕竟它的分子量也小 而另外就是水呢 相对而言 你要回收再利用 它或者说再到下一步去 也还是会有更多它的用处 但是生成的这些东西 真没用 或者这来说 在这个 这个反应里面 是真没什么用 所以它其实分子源利用率 没有那么高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或者让它变成这个样子 实际上我们 最终你发现铁是上不去的 也是上不去的 但这个反应需要它 最终变成这样 那 这里的绿化亚铁 也是用不太到的 用不太到的 那如果我要算它的一个 原子经济的话 原子经济的话 那就是 把所有的生成物 所有生成物 它的一个适量 加在一块 加在一块 都在一个总适量 然后呢 有用的是这么多 拿它去除以它 就是我们的原子经济 好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哪怕是生成了一些 所谓的副产物 那也可以怎么样 再通过循环的方式 把它再利用回去 比如说 对于这个生成的过程 在催化剂作用最下 好像是把它打断了 把它打断了 打断之后 你得到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好像又可以 再一次回去 再一次回去 继续去参加反应 继续去参加反应 所以这样就能够起到 一个非常好的 所以提高 这个利用率的一个过程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你算原子经济 可能就不能简单的 去说 这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其他的都是不想要的 所以就这么继续算 因为它还可以进一步 被倒回去 好 再来看一个 这个反应的名字很有意思 叫click reaction 你可以把它叫做点击反应 点击反应 那我觉得过名思义的话 就是你想想我们在用鼠标轻点 或者是拿那个鼠标 或者是什么东西 稍微点一下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轻便 简直来说 就是一些很小的东西 很小的东西 一些很小的构建 然后彼此相互结合 然后凑成一个 我们所需要的 比较复杂的结构出来 比如这地方的话 它给出了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azide azide呢 就被称为叠弹化合物 重叠的叠 叠弹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我们前面 是有遇到过的 就是那个 防创气囊那个 其实遇到过一次 叠弹化合物 叫azide 那 对于azide来说 有个这么一个 三个蛋 三个蛋连在一块的 一个 一个比较 长得比较奇特的结构 而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个乙缺 这个乙缺 all kind 这个可能对于 学过IG的人 没有怎么遇到过 不过有可能 你会在有些练习题里面 或者是在考试题里面 遇到过这些东西 因为在IG阶段呢 总体来说 我们只需要你知道 一个ANE 和一个ene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 对hydrocarbon 对于听来说 hydro 对于听来说 你只要是知道 这两个就够了 那这个是全球式单件 比如探探式单件 那这是探探有双件 而如果是探探有三件的情况下 我叫all kind YNE YNE 那就是这个 这个 那 因为YNE最终它成了一个环 最终它成了一个环 那这样一个反应的话 在 一架的铜 也就是亚铜 这显然不会是铜的单质 它是一个铜的 亚铜 作为一个化合物 那 在这样的一个推化作用之下 正常它 那你会说 好像是没有什么的 没有复产物 没有复产物的话 我就说它的原子经济 是几乎百分之百 所有的东西都用得上 那这是一个不错的路径 其实 这是个不错路径 而如果你拿更复杂的东西 相互结合成它的话 有可能就有些东西用不上 东西会断掉 有些东西会丢掉 好 大家看这 本章我要讲的最后一个话题 或者最后一个问题 就这个 Habilization Habilization 那 Before和Optor 有什么不一样 在Before的时候 在这一方 是吧 是个链式 或者说是一个linear 链式应该叫做一个linear 是个线性的 链性的情况下 那就是一个sp杂化 sp杂化 它是线性的 而当它连在一块的时候 是吧 连在一块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笔面去了 变成双键去了 对吧 变成双键去了 我把这个重新画一下 在这儿 重新再画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重新画一下 那 其实就是这么个结构吧 这个碳 这边连了一个R2 然后下面连了一个蛋 双键 这个碳 这边连了一个氢 这边连了一个蛋 那蛋又是怎么怎么样 说到了 就是这个样子 那每一个是个什么 三个domain 对吧 三个domain 三个domain 就是sp2 三个domain sp2 是一个平面三角的一个结构 平面三角的结构 当然整个来说 这个不是平面三角 但是如果只看 这样一部分 和只看这样一部分的话 那却是一个平面三角的结构 sp2 利用这个东西 还是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所学的那些东西 好吧 那么第十九单元 我就简单 第十八单元 我就简单的说到这么多了 我们十九单元再说 十九单元的话 也不会很长 虽然十九单元 也算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单元 但是也不多 也不多 总体来说 你已经把我最需要 最重要的那些单元 都已经学过了 今十九单元见 拜拜